南太浩湖市一名居民被诊断感染鼠疫为加州自2015年来首例 加州埃尔多拉多县卫生局表示 这名患者可能是在遛狗时被感染鼠疫的跳蚤咬到 目前该患者在家中接受专业医护人员照顾正在康复中 该卫生局表示 感染鼠疫者通常在两周后出现症状 包括发烧 恶心 虚弱和淋巴结肿大 若及时发现可以用抗生素有效治疗 埃尔多拉多县的卫生局官员威廉姆斯表示 人类感染鼠疫极罕见但也可能会很严重 他提示称民众和他们的宠物在野鼠出没的地方散步远足和露营时要特别小心 据悉近年来美国平均每年有7例人类感染鼠疫的病例 网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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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